1997 白宝山千里杀人案 这集大家会儿要仔细的听啊 白宝山那真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汉匪啊 而且是孤狼就一个人行动 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本书写的是 建国以来的十大汉匪 等录完了这个我再找找 看把那个给大家录出来吧 那个写的比较详细 先来说白宝山 1996年3月12号 39岁的白宝山身上带着释放证书 回到了北京 入狱之前呢 白宝山是石井山去的一家电探厂的装卸工 他在工厂期间呢 因为不爱说话 几乎就没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 您瞧见没有 粘人出豹子 别惹不爱说话的 厂里民兵搞训练 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 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 每人三发子弹 他居然打了一个优秀 打那次之后 白宝山千方百计的向亲戚借到了一支气枪 下班呢 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边去转悠 打鸟 一年之后 他的枪法练得非常的精准 十五到二十米之内 枪响鸟落 弹无虚发 夜里头他不睡觉 用气枪描着耗子打 一枪就能把跑着的小耗子给打死 二十三岁那年 白宝山结了婚 一年之后他得了一双儿女 是个龙凤胎 可是家庭生活贫困呢 这个对白宝山的心灵 就产生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 加上他捏大胆的性格 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 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他开始盗窃了 一开始呢 就是小偷小摸 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子里的自行车 而且呢 勾结邻居家的孩子 结伙入户行器 他曾经潜入工厂 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 他心里的那个黑暗的领域啊 慢慢的就扩大了 但是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有泯灭 1983年呢 他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 就被判了四年徒刑 听过咱们前半固执的朋友都知道 赶上严打了 在服刑期间呢 他被揭发出另外一件事 他呢养鸽子 因为要喂呢 就入院盗窃了别人家一书包的玉米 被人家给发现了 追了出来 他拿木棍打了对方脑袋一下 结果 他因为抢劫罪 被家判了有期徒刑十年 这件事啊 他始终的装在心里 成为了他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然而 白宝山的归来 也给他的家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你住房首先就是个问题 北新安的两间平房呢 本来是他跟妻子 还有一对双胞胎儿女 共同生活的家 他被判刑之后啊 妻子跟他离了婚 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了 现在 大弟弟跟弟媳 和他们的女儿住在那 最初的几天 白宝山住在了母亲家 北京市井山区 墨市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里 白宝山呢 打算做点小买卖 还打算学开车 但是 这些都需要 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于是呢 他在大弟弟的陪同下 到派出所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井啊 白宝山呈上了释放证 和有关的材料 片井接过材料 冷冷的就说 户口马上可办不了 起码得等半年 白宝山呢 他有点结巴 一着急他就更结巴 他结巴着顶了一句 我有释放证 为什么要等半年 片井听着不舒服了 他慢悠悠的说 你要是这么着讲话呀 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受到了深深的刺激 在这回之后 他一遍一遍的跑派出所 开证明 冲洗照片 填写表格 但是事情果然像片井所说的一样 他被一回又一回的向后推演 白宝山的户口问题 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在白宝山办理户口一年半的时间里 他又作案十多起 杀害十五人 而他的户口批准日 恰好就是白宝山的最后一案 杀掉同伙的前一天 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 但据他注销的日子 也已经不远了 白宝山出狱的时候啊 曾经为自己设计了两条路 现在呢 他认为第一条路已经被堵死了 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 他要抢劫武器 在他仇恨的意识里边 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您瞧 这就是好的作者 他有独立的思考 而且有一定的责任感 他把这个罪犯犯案的原因 他给你写出来 不光说他后边杀了多少人 不久之后 北京石井山漠视口后边的小山上 就时常出现一个 穿着绿军服的高个男人 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 并且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 潜伏下来 静静的观察 他在小心翼翼的选择着他的目标 1996年3月31号晚上 白宝山跳墙进入到电厂 他并没想当天动手 他是来踩点的 但是呢 他遇到了一个好机会 当天直勤的哨兵因为身体不舒服 正蹲在地上呕吐 看到这个情况 白宝山马上从地上抄起一根铁棍 狠狠地打向了哨兵 等哨兵昏过去之后 白宝山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 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 跑出了电厂 搞到了枪 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了 他想 杀掉那个片井 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 还会暴露他自己 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了 五六式步枪啊 目标大 不好藏 他就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 把这枪给埋起来了 长枪嘛 携带也不方便 白宝山打算用这把长枪 再去搞短枪 四月七号晚上 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 开枪打伤了哨兵 于启明 但是白宝山并不知道 哨兵挂的是空枪套 那里边并没有装着手枪 四月八号的深夜 白宝山雇了一辆黑面堤 企图转移枪制继续作案 当这个面堤开到石井山高科技园区 石兴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 突然遇上了防暴大队的巡逻车 白宝山见识不妙 跳车逃跑 并且连开九枪 打伤了三名巡警 这次遭遇战之后 白宝山停止了在石井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 但是他呢 并没有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的二姐在房山县某个农场工作 当时叫房山县 现在房山去了 他看望二姐的途中呢 经过了八一射击场 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戴着短枪 四月二十二号的凌晨 他再次行凶 打死了八一射击场的哨兵赵长文 抢走了手枪枪套和空弹架 白宝山连续作案四起 打死哨兵一人 打伤军警人员六人 这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的大案呢 中央领导指示 要北京市公安局尽快破案 北京警方立即成立了 以张良基局长亲自挂帅的联合专案组 全局各警种各部门密切协作 投入了紧张的侦破工作当中 根据对407案408案和422案的现场勘察 警方确认 歹徒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 对军用武器熟悉 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 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 因此很有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贩 也可能有过服役时 或者接受过军事训练 有过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 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三次枪机使用的都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跟高警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 两处现场的子弹是发自同一支步枪 弹底的标志均为75-81 从这点说明 歹徒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专案组在兵器部的帮助下 一批批的查找这批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的区域 终于查清了 这批子弹是生产于文革后期 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 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 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 没有下发到部队 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 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 吐鲁藩 石盒子 奎屯等等这些地区 专案组查清了子弹的来源之后 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的情况 但因为这批子弹数量过大 分布面又特别广 而且下发的时间很长了 没有办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同时通过语言专家对黑面低司机所提供的 跟歹徒对话情况的反复分析 专家们认定 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 而不是普通话 这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这个就可以确定犯罪分子应该是北京市人 而不是外地人 专案组认为 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和居住地在石井山之内 因为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 距石井山区 它也不远 而且交通很方便 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应该是在337路公共汽车总站附近 专家明确了侦查的范围 决定在337路汽车总站周围五公里的范围内 挨门逐户的进行地毯式的排查 然而经过了长时间的工作 并没有摸出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的开展行动的时候 白宝山戛然停止了在北京的一切活动 他把目光转向了外地 白宝山回想起小时候在徐水老家的情景 他记得村子附近有一家兵工厂 文革期间造过枪 他决定回到老家去看看 1996年7月 白宝山从北京木溪园长途汽车站乘车前往徐水 坐在吉尺的汽车上 白宝山回忆起了监狱的生活 1991年 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五年之后 白宝山被遣送到了大西北 在新疆石盒子新安监狱服刑 大约在1992年间 白宝山接到当时仅有十岁的女儿写来的一封信 这女儿啊 在信里边向他诉苦 白宝山看完信之后 痛哭了一场 他发誓要让这俩孩子过上好日子 于是 白宝山着手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 要做大案 没有文化知识 那是不行的 小时候他不肯读书 进了监狱 就开始卧心尝胆了 坚持把文化课给学了下来 达到了能读书 能看报的水平 在他预想的那些案件里 必须都得有武器 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 而是火力猛 威力大 又方便携带的枪种 还得有车 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 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 在监狱里边 不可能搞到枪 也没法学习驾驶技术 但是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 还可以设法收集死弹 新疆的劳改监狱 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 这两个部分 部分零星犯呢 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塑犯 他们有单独跟外界的牧民 接触的机会 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 趁其买到了步枪子弹 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 并且把他们藏匿了起来 弄到了子弹 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 其中一个环节 他还要熟悉枪械的性能 和使用的方法 这一点上 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经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室友 据这位室友的回忆啊 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这个求知欲非常的强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 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 把自己伪装了起来 在一个时期之内 他在监狱里边屡受好评 1993年初 就是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 经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市 也就是石盒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 他被减刑一年 在狱中让白宝山感到洁气的 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杀了两个平师老是欺负他的恶人 1993年9月 跟白宝山一起放牛的李宝玉突然失踪了 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 李宝玉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 而且他还有一年就服刑满期了 这按照常理 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 他不会逃跑的 虽然存在着很多的疑点 但是因为找不到其他的证据 事情最终仍然以李宝玉逃脱定案 李宝玉的失踪最清楚底细的 莫过于白宝山 大约在一个礼拜之前 李白这两个人发生了争吵 李宝玉打了白宝山一拳 白宝山没还手 李宝玉还说 你是个爷们 你也犯把脾气让我瞧瞧 别他妈竟给北京人丢脸 白宝山说 行 你等着 这几天 我就犯把脾气让你瞧瞧 这件事呢 当时是不了了之了 李宝玉认为白宝山 不过就是说说 他犯脾气 那能犯到哪儿去啊 可是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了 他一声不吭 背着人呢 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 深约两米的土坑 然后把两百块钱塞到了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放牛去了 白宝山就来找李宝玉说 我的钱藏在牛棚里边抠不出来了 你帮我看看 弄出来了 我请客 李宝玉认为 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呢 就跟着白宝山进了牛棚了 进去就问呢 钱在哪儿啊 白宝山指了这墙缝 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 还真有 这钱呢 卷成一卷 就在这个墙缝里边 用手指头肯定是抠不出来 他就找了一截细铁丝 弯了个钩 哎 猫着腰 勾这个钱 这时候 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 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锤子 对准李宝玉的后脑 就是这么一下 李宝玉当即翻翻白眼 一声不吭的就栽到了地上 白宝山抡起铁锤 对准李宝玉的头 又是连续的打了四五下 眼看着李宝玉死透了 就把他的尸体扛出了牛棚 扔进了事先挖好的土坑里 土坑边上还放着一把铁锹 三下五出二 没用半个小时 就把李宝玉的尸体给埋了 一切收拾停到 白宝山又坐在牛棚外边 晒起了太阳 1994年3月22号 距离李宝玉失踪仅仅半年 另一个跟白宝山一起放牛的 傅克军再次失踪 这就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 当时在牛房放牛的 一共有四个人 白宝山 傅克军 秦百川和田手水 四个人全是北京的调贩 3月20号晚上9点钟 秦百川和田手水 他俩就回街号了 他们俩不是外宿饭 当天晚上呢 住在牛房的只有白宝山和傅克军两个人 21号早晨 秦百川来牛房干活 没看见傅克军 他还问白宝山 白宝山说 傅克军去团厂送牛奶了 中午傅克军没回来 但是谁也没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 这天白天 秦百川发现傅克军的被子 褥子枕头都不见了 就问白宝山 白宝山说 傅克军走时候都带走了 秦百川这下气了疑心了 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 带着背后枕头干什么呀 田手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了 他去打扫牛棚 发现牛棚已经收拾干净了 地面上还撒了水 白天监狱的交中队长过来过一回 谈今年承包的事 因为傅克军不在 田手水还说 等克军回来 大家商量商量再定 到了晚上八点 仍然没有等到傅克军 田手水秦百川 就一同回了监号 到了二十二号的晚上 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 傅克军二十一号早晨外出 至今未归 晚上十一点 监狱的卫中队长 焦中队长带领武警 把白宝山秦百川 田手水三个人收监 说傅克军跑了 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 当天晚上 卫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 在夜里 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他总觉得有什么味儿 在刺激着他 他伸手往土墙上抹了一把 觉得兴呼呼的 打开灯辨认一番 发现墙上有很多喷射状的污点 像是血迹 再仔细检查 在房子的顶棚上 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 他吓坏了 一夜都没睡 第二天一大早 就向中队做了报告 唐某在屋子里发现血迹之后 第二天就把这个情况 向中队做了报告 事情上报到育证科和142团厂派出所 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 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血迹 经过化验确定是人血 这其中还夹杂着鸡血 同时在复克军的床铺底下 找到了没有被带走的700块人民币 有人反映 21号的清晨 看见白宝山在院子里烧棉被 或者是大衣那样的东西 此外呢 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 搜出了步枪子弹 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 共95发 预证科的王永康复科长 提审了白宝山 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 白宝山态度死硬 只交代了藏匿95发子弹的问题 拒不承认和复克军失踪 有任何的瓜葛 劳改中队和预证科曾经判断 复克军遇害 尸体可能是用马匹驮到周围的荒野里边 给埋掉了 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可疑地段进行了搜索 而且还出动了警犬 都没能找到复克军的尸体 同时 根据监狱的犯人反映 复克军跟白宝山的关系啊 俩人时好时坏 你说他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按说白宝山不会杀人 可是事实上 复克军就是被白宝山杀的 他采用了跟杀李宝玉同样的方法 3月20号深夜 白宝山从黑暗中爬起来 复克军正睡得烂熟啊 他微微地打着憨 白宝山低头看了他一阵 慢慢地举起了铁榔头 狠狠地砸在了复克军的脑袋上 复克军长长地哼了一声 就断了气 那身死肉也松垮了下来 掩埋复克军的尸坑已经挖好了 打死复克军之后 白宝山拿着铁敲出去 又把土坑重新整理了一遍 再返回牢房 白宝山吓了一跳 复克军又起来了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大床上 他反应迟钝 两只眼直瞪瞪的 他似乎想弄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白宝山的狼头又砸了过去 因为用力过猛 竟然把半个狼头都砸进了复克军的脑袋里 这也就是造成鲜血四剑的原因 复克军再次地倒下去 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被褥和枕头 白宝山没有开灯 他把复克军的尸体背出去 埋到坑里 这个土坑呢 是紧贴着牛棚的墙根挖下去的 距离墙皮不到半米 挖了两米深 处理了尸体 他才觉得这事做得有漏洞 他弄出了血了 那复克军的被子 褥子 枕头上到处都是血 他坐了一阵 就把燃血的铺盖爆了出去 点火给烧了 然后用沙土把这些灰烬给埋了起来 凌晨的时分 他又在牛棚周围搞了卫生 撒上了水 这就是后来田手水看到的情景 这一回 白宝山的疑点太多了 但是警方始终都没找到复克军的尸体 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了 白宝山态度又死硬 拒不认账 监狱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给白宝山定罪 两年过去了 复克军失踪案 只能作为悬案 挂到了一边 因为复克军的案子 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125天 写过保证书之后 他继续回去放牛 到1996年3月7号 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 3月12号 白宝山回到了北京 白宝山前期收集的那些子弹 都被劳改中队给没收了 这怎么办呢 他想了一个办法 他重新回去放牛之后 利用恶劣的天气里 附近牧民的羊群 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 他把羊给扣住 来要挟对方 作为交换条件 他从牧民的手里 弄到了三包步枪子弹 75发和50发手枪子弹 这一回 他把子弹埋在了水渠的附近 获得释放之后 他把子弹挖出来 全部缠在了身上 带回北京 咱们接着回头说 白宝山回徐水老家的事 下午两点 汽车到达了徐水县城 下车之后呢 白宝山漫无目的的乱走 出了县城 大约走了三四里地 他发现有一处兵营 那哨兵身上背着 折叠式的自动步枪 这让他眼前一亮啊 这种枪他没见过 枪身比较短 金属的枪托呢 他可以折起来 非常便于携带 一刹那之间 白宝山就做出了决定 他要抢这里哨兵的自动步枪 从下午到晚上 白宝山都没有离开兵营左右 他选择好了潜伏地点和设计位置 确定了进入路线和退出的路线 白宝山对地形 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当他确信把一切都安排清楚了之后 在当天晚上返回了北京 从第二天 北京就开始下雨 一连下了三天 白宝山觉得 他运送武器的时机来了 但由于害怕长途汽车 这带长枪太危险 白宝山就把半自动步枪 用塑料布包好 绑在自行车的大梁上 骑车呢 先到梁乡镇 在这里搭上了去保定的汽车 为了应付突发事件 他在枪里边压满了子弹 其余的子弹 全部用布袋子 缠在了身上 到了徐水之后 他在靠近兵营的一家水泥馆场 和一个果园的交汇地点 挖了个坑 把包着塑料布的布枪 埋了起来 子弹呢 埋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所有的准备工作 都已经做完了 两天之后 白宝山再次来到徐水 他先在街上吃了点东西 等天色黑透之后 到他的藏枪地点取了枪 坐在果园里边 先把这枪擦了一遍 子弹也一颗一颗的擦好 做这项工作的时候 他戴了手套 这是为了避免在弹壳上边留下指纹 他在枪膛里边压满了子弹 把余下的缠在身上 然后他在夜幕的掩护之下 照着看好的路线 悄悄地进入距离哨兵不到十米的预定射击点 然后他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在那整整地趴了四个小时 直到午夜十二点半左右 在岗位上的执勤哨兵一共有三个人 他掐算好了时间 直到下一班换岗的时间呢 已经临近了 岗上边的情况 一般是两个哨兵站在外边的岗台上 另一个哨兵站在大门口 岗台距离大门有十五米 那现在那个哨兵出来了 也站到了岗台前边 他觉得可以动手了 白宝山先瞄准背枪的哨兵开了一枪 那个哨兵应声倒地不动了 他一转枪口 又朝背子弹带的兵打了一枪 那个兵也不动了 他正要朝第三个兵射击 发现那个兵已经匍匐着进了大门 他瞄着那个人连开三枪都没有打中 他快速地从槐树后边出来 把自动步枪拿到手 这时候兵营里的警报响了 但是没有人马上就出来 他背着两支枪 猫着腰从原路跑回去 沿着预定路线向西跑过107国道 他经过一个加油站 天太黑了 没人注意到他 他再跑过铁道 之后速度慢了下来 然后他沿着铁道朝徐水火车站的方向走去 天快亮的时候 他发现铁路边上有一个废弃的烧砖的土窑 他在窑地里挖了两个坑 把两把枪和子弹分别埋在了两个坑里 坐上了记号 然后他脱掉了身上的绿军装和绿胶鞋 换上了圆岭衫 把鞋和衣服一起埋进了一个烂泥塘 他在露天的土窑里就隐藏起来了 到了早晨八点 白宝山从旧砖窑里走出来 这时候他已经焕然一新了 圆岭山大口铲 两手空空只拿着一个小包 他穿过铁路 在公路上拦了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客车 7月28号下午 白宝山返回了北京 白宝山在徐水抢枪发案的当天 北京军区保卫处就提出跟北京并案的建议 他们十分熟悉北京机器案件的案情 河北省公安厅和北京市公安局取得了联系 送去了物证样品 仅仅一天的时间 就把徐水袭击哨兵抢劫枪支案 和北京发生的四起案件并在了一起 案件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 均为一人单独作案 犯罪嫌疑人有枪 作案手法相同 袭击对象 作案目标一致 经过技术鉴定 犯罪嫌疑人在徐水727案件当中使用的枪支 和北京313案中被抢枪支一致 与407案408案422案中使用的枪支 均为同一支步枪 病案扩大了警方的视野 提供了更多的物证线索 犯罪嫌疑人在果园里边这个软土上留下的脚印 进一步为警方提供了对犯罪嫌疑人身高 年龄体貌特征等方面进行模拟画像的依据 这个时候白宝山仍然觉得没有短枪十分的不方便 恰巧他的同居女友谢宗芬说 姐夫在四川一家兵工厂工作 这立刻引起了白宝山的注意 他在徐水已经弄到了一支自动步枪 他还想再弄一支手枪 北京啊 是不能再作案了 徐水近期也不能去 但是他可以去四川呢 说不定在四川他能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此行却让他大失所望 十天之后他和谢宗芬一道返回了北京 1996年8月27号 白宝山和谢宗芬一起来到墓西园 谢宗芬要在这里的批发市场进步 白宝山呢也恰好在这里乘坐长途汽车去徐水 事先白宝山并没有告诉谢宗芬 到了墓西园 他才说我要出门去办点事 那谢宗芬也要跟着去 白宝山想了想 去就去吧 路上啊 有个女人 说不定还能掩护一下 到了徐水 谢宗芬看到枪之后 他非常害怕 就劝白宝山呢 你把枪扔了 白宝山不同意 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子弹 两个人当晚返回了北京 夜里白宝山像讲故事一样 把他在北京连续犯的几起案子 以及在徐水开枪打死军人的过程 一件一件的讲给谢宗芬听 谢宗芬听得心里之颤忧 但是始终没有做事 三天之后 白宝山独自一人在下徐水 他不放心 他惦记着那些没有找到的子弹 这次他没告诉谢宗芬 单独行动 只去了一天 来到旧窑前边 果然不到半个小时 就找到了埋子弹的地点 然后白宝山 把他们重新的埋到了铁道的旁边 距离上次埋枪的地方大约十米 到下午他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拖了一个星期 他跟谢宗芬说 子弹找到了 你跟我把枪跟子弹取回来 下午两个人出发 带着上次购买的尼龙包来到了徐水 挖出枪支和子弹之后 白宝山把八一杠一式自动步枪 装进了尼龙包 把那支他使用过的五六式步枪 重新包好 埋回了原处 子弹全部裹在了自己的身上 全部处理完之后 他让谢宗芬在玉米地里掰了三十多个玉米 放在尼龙包上边做掩护 然后俩人直奔徐水火车站 后半夜两点半 他们登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慢车 凌晨五点 他们在丰台火车站下了车 坐三五四路市郊公共汽车回家 六点多钟来到了白宝山母亲家 白母出去晨练了 继父职业班还没有回来 白宝山把自动步枪拿出来 独自背到了电探场三角墙外边的山坡上 藏在了挖好的那个土洞里 这儿呢 也是他从前藏那把五六式步枪的地方 回到北京之后 白宝山脑子里考虑最多的问题 就是要不要把谢宗芬给除掉 白宝山认真地想了几天之后 最后下了决心 他在住所后边的一个山头上 为谢宗芬挖好了坑 并且准备了埋人用的铁锹 这一切就像他在新安监狱杀李宝玉 复克军所准备的一样 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动手 怎么动手的问题了 但是随着实施日子的临近呢 他却犹豫了 他不断地观察谢宗芬 故意对他发脾气 毫无理由地对他拳打脚踢 那可是谢宗芬不仅没被打跑 反而更加地贴近他 处处都是小心翼翼的 诚惶诚恐 就怕得罪了他 让他不高兴 白宝山在这个女人面前心软了 他一次又一次地推迟执行的日期 后来干脆放弃了这个念头 您听听各位朋友们 女人的温柔啊 如水 平常是流淌的 那也能够切金断玉啊 女同胞们可能不听这个小说 男同胞们可以拿这事教育他 你看 你温柔一点 他能保命啊 说回来 白宝山计划的第一步 搞枪成功了之后 下一步就是抢钱 对木西园河北新级批货批发市场 和石杰庄南三条批发市场等地踩点过后 白宝山大失所望 12月份 白宝山到德胜门闲逛 无意当中 发现了一个烟草批发市场 一连几天 白宝山天天骑自行车过来 他观察烟事的生意和人员的情况 选择他的袭击目标 12月15号 这天刮着大风 气温急剧的下降 白宝山一早就行动了 六点钟 天刚蒙蒙亮 他先到山上取了枪 装在一个特制的木盒子里 再把木盒子放到蛇皮口袋里 把子弹全都压满 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然后冒着严寒登车去德胜门 这一路整整齐了一个半小时 到了德胜门之后 他把枪藏在距离烟事不远的一条死胡同里边 那儿呢 有一个工程垃圾的堆积场 他把自动步枪埋在了墙根的边上 然后返回来 第二天 他照样是九点起床 仍然登着自行车去德胜门 自行车放在方便的地方 徒步走进了烟室 时间当时才七点半 他没带武器 穿一件墨绿色的羽绒服 戴着浅灰色的毛线帽子 然而 那家天天火爆的批发户 今天没开业 老板没来 伙计也没来 那辆每天必到的送货车更是不见踪影 那本来白宝山已经计划好了 汽车一到他就动手 时间都经过了精确的计算 货车停下 他登自行车去举枪 赶回来 正好他们在算账 枪是一定要开的 而且一定要打死人 不然没有威慑力 白宝山开始还抱有希望 可是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 他必须另打主意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 白宝山看见旁边烟摊上 有个年轻的女人在那收钱呢 他走近了一点 用眼角瞄着那边看 这女人正在跟一个男子交易 提着个手包 这拉链打开啊 里边有厚厚的一摊人民币 看上去得有几万块钱 那个男人又交给他一万 他正低头数钱呢 白宝山想 不能再拖延了 几万块钱也不算少了 就抢塌了 他迅速的走进胡同 骑自行车到垃圾堆积场取枪 又原路返回 整个过程仅用了十分钟 白宝山把灰毛线帽子拉下来 形成一个桶子 只露出眼睛 然后大步的走过去 用黑洞洞的枪口 顶到了那个女人的前胸上 那年轻女人下意识的 把这昆包抓紧了 同时他就喊 有人抢钱了 他声音刚落 白宝山的枪就响了 年轻女人胸口一热就倒了下去 庄前的昆包也掉在了地上 白宝山把枪口朝天举起来 走了两步 他并没有跑啊 东边的几个男人就喊 杀人了 白宝山呢 迅速的把枪撂过去 看都没看 碰碰的又打了两枪 东边的街面上 又倒现两个男子 枪响之后 人群立刻逃散了 白宝山的目的达到了 他飞快的钻进胡同 甩掉帽子 把他们扔到房顶上 把枪装进袋子 把袋子挂到车把上 登自行车 返回到垃圾堆放场 他把包里的钱取出来 用两个塑料袋装好 埋在垃圾场的一角 枪埋在另一角 装枪的木盒子呢 扔到了一间破房子的顶上 抢来的坤包埋在了 第三处地方 然后他就像没事人一样 骑车去天会市场 为谢宗芬进了点袜子 顺路给捎带了回去 两天之后 白宝山跟谢宗芬 一起去取出了 桑款和步枪 回家之后 谢宗芬数了两遍 一共是六万五千一百七十元 白宝山从里边拿出了五千 给了谢宗芬 从此以后呢 白宝山再也没有在北京作案 白宝山在北京犯的抢劫案 以抢前为目的的抢劫案呢 只此一起 说不清楚是出于他的狡猾 还是另有目的 虽然抢了这么多钱 白宝山还是跟以前一样 花钱靠谢宗芬 剩下这笔钱呢 他只动了一点点 以前呢 白宝山的母亲 每个月给他一百块钱 现在他说不要了 他的花销上 仍然是十分的节俭 1997年的元旦过去了 转眼就到了春节 白宝山说 春节之后 要带谢宗芬去新疆 而且还骗家里说呀 陪谢宗芬回四川老家 临行之前 他挖出了抢劫的三款 这笔钱除了给谢宗芬的五千块 他基本上没动 并且把其中的五万块 悄悄地交给了大地保存 剩下的一万块 白宝山带在身上 白宝山提前把枪挖了出来 带回了家里 藏在了床下 走的那天 他把枪挂在身上 穿好外衣 招呼谢宗芬拿行李出发 春节期间 旅客通过进站口 携带的行李包裹 都要上X光机检测 但身上那时候是不检查的 白宝山正好利用了这一点 把枪藏在了羽绒府里 顺利地带进了后车大厅 他让谢宗芬 从电动扶梯上到二楼 自己拿着一个大提包 从侧面的人形楼梯 上了二楼 走到楼梯的拐角 白宝山看周围没人 迅速地把那支步枪 从身上摘下来 装进了提包里头 然后他跟谢宗芬在二楼会合 这时候枪已经安排妥当了 白宝山安全地把自动步枪和子弹 带到了新疆 他没有遇到任何的麻烦 书说简短 白宝山和谢宗芬 这就到了新疆 但是他们没有在乌鲁木齐停留 当天就坐班车到了石盒子 再从这倒车 来到靠近乌兰乌苏镇的143团厂 当天晚上 俩人以谢宗芬的身份证登记 住在团厂的旅店 白宝山来143团的目标很明确 他在新疆劳改的时候 曾经到143团游玩过 知道这里有一个弹药库 根据他的印象 这座弹药库防备不严 子弹很容易搞到手 第二天清晨 谢宗芬还在睡觉 白宝山已经出去勘查弹药库了 然而 当他走进那座昔日的弹药库的时候 却愣在了那儿 库房已经搬迁了 原址改成了民房 白宝山感到失望 他返回旅馆 他决定去147团厂 找他的御友和铁哥们吴子明 说说这个吴子明 他是个小个子 大脑袋 肩下磕 有一双不断眨巴的大眼睛 吴子明管白宝山叫山子 白宝山直呼他子明 白宝山向吴子明介绍了谢聪森 吴子明比白宝山年轻 他因为盗窃罪被判刑 在众多的犯人当中 他最佩服的就是白宝山 因为当时吴子明还在班上 他呢 在15年当警卫 这个时候说话不方便 他就让白宝山他们先去自己家 他下班就回来 到了晚上 白宝山就问吴子明 在团里干警卫 一年能拿多少工资 吴子明说也就5000多块钱 那白宝山就说 要是这样啊你不如跟我干 吴子明问他你打算干点什么呀 白宝山直接了当的说 我想看看这里的棉花款 值得的话就干他一次 他们的谈话是不用讲得太明白的 一碰就通 谁都知道干他一次 这是什么意思 吴子明第二天就去辞了警卫工作 一心投靠白宝山 这俩人每天都出去跑 以做棉花生意为名 考察周围的棉花收购点和加工点 不久 谢宗芬在市场上认识了几个四川老乡 在厂部南头的居民区呢 找到了一套空房子 谢宗芬打算租下来 白宝山跟他过去看了房子 也觉得很满意 没几天 吴子明也随着他们搬了过来 这套房子后来就成了白宝山 吴子明策划犯罪活动的秘密据点 通过对棉花点的观察 白宝山和吴子明打算买辆摩托车 以方便行动 最后他就给大帝写了信 要大帝按照他的地址挤一万块钱过来 他在信里边嘱咐大帝 千万不要把他在新疆的事告诉别人 半个月之后 白宝山接到了汇款 他和吴子明跑了一趟石盒子 花六千块钱买了一辆加龄牌 七零型摩托车 黑颜色的 以吴子明的名义 在147团厂交通队上了牌照 有了摩托车 他们的活动半径就扩大了 活动效率也大大的提高了 然而 现在正是棉花收购的淡季 各个棉花加工点上都没有多少现金 这使得白宝山不得不推迟抢劫棉花款的计划 虽然呢 在和吴子明见面的时候 这个吴子明就表示 要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干大事 但是白宝山并没有过早地把他有枪的事告诉他 直到五月份 他才向吴子明透露了一些北京的事 自动步枪也给吴子明看了 白宝山说 咱们一块做事 一支枪是不够用的 咱们得想办法再搞一支 吴子明听了之后 十分的赞同 6月5号 白宝山和吴子明坐搬车来到奎屯市 准备抢劫市郊 奎屯驻军军事培训中心 哨兵的81-1市自动步枪 袭击哨兵 那白宝山在北京河北已经实施过很多回了 以前呢 他是一个人作案 现在有了同伙可以做个接应 但是同时也需要他计划的更加周密 两个人谁都不能出差错 来到奎屯时间还早 两个人在街上逛了一阵 在一家饭馆里吃过饭 大约晚上十点钟两个人出来 白宝山准备好枪 压上弹药 两个人一前一后 向培训中心移动 军事培训中心和奎屯纺织厂 还有热电厂都在同一条路上 因为地点偏僻 路上行人稀少 到了晚上十一点 他们来到驻军培训中心的大墙外边 白宝山让吴子明在外边接应 他带着自动步枪翻墙入院 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 悄悄地向大门口的哨兵 迂回靠近 这是他在北京作案的一个成熟经验 从内部袭击哨兵能够攻其不备 容易成功 可是这回很不凑巧 一个士兵忘记收取 晾在绳子上的衣服 从宿舍里边走出来 他看见一个黑影 手里提着一个长包 正猫着腰 鬼鬼祟祟地贴着墙边走 他就大声地问他 你干什么呢 白宝山停了一下 立刻做出判断 他被发现了 强枪的事肯定不能再进行了 他没有答话 但是也没有跑 他的自动步枪顶着火 对方赤手攻拳 他并不在乎这个兵 快步地朝大墙走过去 那个士兵在后边追了两步 同时就喊 站住 你给我站住 白宝山一概不予理睬 走到墙边 动作敏捷地一纵身跳了出去 里边的士兵没有再追 他认为这个进入兵营的人 很可能是想偷点东西 把他吓跑了 也就行了 回去之后 他把看到的情况向班长做了汇报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翻墙的人带着自动步枪 他的目的是抢劫大门口哨兵的枪支 由于没有直接发生冲突 兵营也没丢东西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白宝山的心情是紧张的 他来到墙外跟吴子明会合 他说 快走 遇到人了 两个人趁着夜幕的掩护 急步走向南边 迅速离开了军事训练中心 大约走了两三公里 他们来到了奎屯的郊外 这是一条石子路 前面不远呢 就是312国道 也就是乌一公路 这时候 前边开来了一辆吉普车 这吉普车开到眼前 他吱一声停了 车上边走向了一名军人 这白宝山刚从军营里边出来 因此啊 把对方误认为是军人 其实这两位是巡逻的警察 这警察拦住他们问 你们是干什么的 白宝山说 我们过路的 去乌一公路 民警说 我们在执行任务 请把你们的身份证拿出来 我们要检查 吴子明立刻走过去接受检查 白宝山留在后边 这时候 白宝山还没想开枪 他没有身份证 但是吴子明有 你随便编个理由 总是可以搪塞过去 然而 民警检查了证件之后 并没有放过他们 他又说 请把你的包打开 这下 白宝山觉得 无论如何是糊弄不过去了 他来不及取枪 来不及丢掉包枪袋 隔着布袋子 就抠动了扳机 民警一见对方有枪 立刻一跃上车 吉普车本来就没熄火 司机看见自己人上来 一踩油门 猛的就开走了 白宝山和吴子明 看见这个军人开车跑了 也就撒腿开溜 吉普车向北开 他们俩人就猫着腰 朝东南方向跑 白宝山和吴子明 他们先向东南 再折头向东北 在荒芜人烟的大哥壁里边 连续步行了二十多个小时 直到第二天下午 两个人才来到 石河四下野地肯区的 141团厂 乘坐班车 返回了147团厂的驻地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没敢再去奎屯 从奎屯煞雨归来之后 白宝山突然想起来 据他服刑的新安监狱 比较近的141团厂 有一个军械库 当年白宝山在服刑的时候 同间的一名犯人 曾经在141团军械库里边 盗窃过武器 为了确保实施无误 他和吴子明多次骑摩托车 到141团厂踩点 摸清周围的环境 还有军械库的值班情况 白宝山和吴子明商量 他主张呢 把作案的时间安排到白天 这主要是想利用白天仓库 无人值班的便利条件 关于采取那种方式 白宝山认为 应该准备专门的工具 把大门撬开 这样他们可进可退 打开里边的库房大门呢 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 他们俩人专门到148团厂的 一家修造厂 请断工用六棱缸 打了两把撬杠 一长一短 留所备用 那怎么对付院子里的狗呢 按照白宝山的计划 不开枪 可以用鱼钩钓狗法 把这狗给他制服 具体的方法呢 是用一把鱼钩绑上肉 狗一吞 就会被鱼钩给挂住 不敢乱叫了 然后再想办法 把狗给打死 其他的一些细节 白宝山也都通通做了准备 7月5号 白宝山吴子明 坐班车来到141团厂 下午6点 按照预定的计划 两个人从树林子里边出来 一前一后地走向军械库 还是像以前一样 白宝山拿着撬杠撬动门 吴子明在后边的墙角上做掩护 十分的不巧 有位老汉图经军械库 到自家菜地里边干活 恰恰看到了白宝山跟吴子明 行动遇到了人 这打乱了白宝山的计划 他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 他撬开铁门 一进院子就端起了枪 他的枪法确实很好 两条狗都被击穿了心脏 一条在院子里边毙命 一条死在值班室的办公桌下边 白宝山和吴子明迅速撬开 处理掉了撬杠这些作案工具之后 两个人步行上路 他们仍然没有骑摩托车 而且也不能坐班车 走路虽然慢一点 但是留下的线索少 遭到追捕的机会就少 但是走路就要辛苦得多了 两个人整整走了一夜 到凌晨四点左右 他们坐在路边休息 遇到了另一个走夜路的男人 不幸啊 白宝山背着枪 被那个走夜路的无辜的人看到了 他顿时就起了杀心 白宝山把枪摘下来 猫着腰追了过去 白宝山没追几步就开了枪 对方应声倒地 他走到跟前又补了一枪 这个夜行者当即被打得脑僵崩裂 白宝山检查了死者的衣兜 翻出他的身份证 然后和吴子明在戈壁上挖了个坑 把死者给埋了 库房被撬 狗被打死 但是并没丢什么东西 现场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作案人 目标并不明确 专案组的人员在分析案情的时候 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 这是一起治安事件 不一定是刑事犯罪 当事人的目的啊 可能是为了打狗吃肉 原来准备用鱼钩套狗 后来嫌麻烦 干脆开枪把狗给打死了 第二种意见就比较尖锐 他们说 对方是奔着武器弹药来的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军械库已经搬迁了 这个判断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是作为一种描画和推理 在逻辑上比较清楚 由于七五案件的性质不好确定 那侦查手段和侦查范围也就都不好确定 尽管如此 在石河自使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的指挥下 调查工作以141团厂为重点 扩大到周围相连的几个团厂 调查的对象 一是公开使用枪支的人 二是能够接触到社会黑枪和有犯罪前科的人 这说的黑枪呢 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散落到社会上的枪和国外贩卖入境的枪 第三呢 是身份复杂的人调查这么三种人 几针部门对现场的子弹进行了鉴定 这弹壳底部的标志是75-81 使用的枪种应该是五六式半自动或者是自动步枪 根据采集到的鞋印判断 有两名当事人 一个身高在1米72到1米73 另一个呢 应该在1米75以上 然而 十天过去了 还没有找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自从来到金江 百宝山就诸事不顺 他觉得这来江的计划呀 有钱周全 这时候呢 谢宗芬突然给他提供了一个重大的信息 这谢宗芬的邻居啊 也是四川人 他家的女儿在乌鲁木齐市 一个叫边疆宾馆的地方做翻译 大约每礼拜回家一回 谢宗芬串门的时候 跟着刘家的女儿聊过闲天 刘家的闺女说呀 边疆宾馆的生意可好做了 那钱容易赚得很 谢宗芬不太相信 刘家的姑娘就说 你不信呢 你自个儿过去看看 那儿的人 那都是拿着提包麻袋装人民币 这个消息 让百宝山精神大振 他立即决定前去踩点 第二天一大早 百宝山和谢宗芬两个人 坐班车去了乌鲁木齐 走到商贸城 谢宗芬要到交易市场里边看看 百宝山在外边等他的时候 看到交易市场门口有很多人 手里拎着各式各样的包 都是鼓鼓囊囊的 有人打开 那里边装的都是一袋一袋 百元的人民币还有美金 白宝山心里已经有了不同于抢棉花款那样的 全新的打算 他必须再搞一支枪 而且是手枪 回去之后的当天晚上 他和吴子明详细的讨论了怎么搞手枪这件事 两天之后 吴子明就为白宝山提供了一个对象 这个人叫江玉斌 家驻147团厂 工作单位在50公里之外的149团厂 他呢 是149团厂警务区的警长 两个人立刻着手 利用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冰 托江玉斌帮他在149团厂买羊 这么一个事为借口 对江玉斌的值班宿舍进行了勘测 白宝山改变了前几回步行作案的方式 准备搞一辆摩托车 1997年7月29号 吴子明以搭车为掩护 在距147团厂15公里的地方 拦下了新疆马纳斯县 新湖农场农民工王吉平的摩托车 当王吉平把车停下之后 白宝山突然窜出来 用自动步枪打倒了王吉平 并且把他的尸体抬进了棉花地 掩埋在不远处的一个 埋电线杆子的土坑里边 由于土坑太浅了 他们在地面上埋出了一个土丘 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了外边 8月7号晚上 江宇斌和同伴石春勇 在149团厂农贸市场吃晚饭 然后抱着向别人借来的放向机和三盘录像带 回到了警务区的宿舍 两个人说了会儿话 就一块儿看录像 谁也不会想到 死神已经靠近了他们 大约是12点半 白宝山推开值班室 没有上锁的门 闪身进去 贴在火墙后边 举枪就打 向左向右 先一边打了一枪 冲进去 每个人又补了一枪 前两枪都打中了对方 石春勇当时就不动了 江宇斌还在喘气 补枪之后 也不动了 白宝山走到江宇斌身边 从他的枕头下边抽出五四十手枪 转身就朝外走 跟他进来的吴四明把电话线拔掉 没有动房间里的其他东西 走到门口 白宝山看见电视机开着 顺手就把电视关上了 但是录像机没有关 从他们进去开枪把人打死 到取了手枪出来 这前后没超过一分钟 离开了一营的营部 吴子明去拿摩托车 他们把摩托车藏在了一百米之外的路边上 之后 吴子明和白宝山迅速离开了现场 8月8号20点50分 石盒色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慈兴光 接到了市局110指挥中心的电话 值班员报告说 149团厂一营警务区民警 江宇斌 指安员石春勇 被人开枪打死了 149团厂 请市公安局迅速派人到现场 两名人民警察同时被杀害 这在石盒色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在自治区也是绝无仅有啊 案情迅速上报到兵团公安局和自治区公安厅 专案临时指挥部迅速的成立 经过七天对2953人和25条可疑线索的调查 案情没有任何的进展 88案件发生的时候 人们并没有马上联想到75案件 这两个案子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有很大的差别 然而 勘查和技术检验的过程当中 一个重要的线索跃入了技术人员的眼帘 88案件现场的弹壳和75案件现场的弹壳 批号一致都是75-81 这难道是巧合吗 技术人员连夜进行了对比鉴定 很快做出了鉴定结论 证实两岸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 这是一个重大的推进 这不仅解决了75案件的定性问题 同时也为88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8月14号 指挥部再次召开侦查会议 决定把75袭击141团厂原军械库案 和88杀害民警抢劫枪支案并按侦查 指挥部把下属工作部门重新调整为五个大组 技术组 调查组 查枪取样组 摸牌组和材料组 8月16号 147团厂第一中学临时工李华 在打扫教学大楼后边的垃圾池的时候 捡到了一个绿色的塑料本 发现是江玉宾的民警执勤证 上班还贴着江玉宾的照片 李华马上就把江玉宾的执勤证交到了147团厂派出所 指挥部得到报告之后 立刻派人对江玉宾的妻子牛小红进行调查 牛小红说 江玉宾没有把执勤证带回家的习惯 而且江玉宾上班或者回家的时候 并不经过医中的闻口 他不可能把执勤证丢在那个地方 他的执勤证更不会出现在教学楼后边的垃圾池里 根据上述情况 警方把147团厂列入了侦查重点 正当自治区警方对七五案件八八案件 展开更加严密的调查的时候 白宝山吴子明已经在8月14号 呈长途汽车来到了乌鲁木齐 按照惯例 白宝山预先在和边疆宾馆相邻的 新疆大学校园里边 选好了一处秘密的地点 并且在当天挖好了埋枪 埋钱的土坑 挖坑的地方距离边疆宾馆后围墙 大约七百米 少有人计 白宝山把地点选在了树林里 挖好坑之后 他在附近的树枝上绑了一个布条做的记号 当天晚上两个人返回石盒子 147团场 8月18号 白宝山和吴子明携带着8-1-1式自动步枪和5-4式手枪 再次来到边疆宾馆 此时因为已经临近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开幕的日期 边疆宾馆显得格外的热闹 因为当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到达的时间太晚了 边疆宾馆就快关门了 所以他们没遇到大鱼 藏好了枪之后 两个人用吴子明的身份证登记 住进了附近的铁路医院招待所 8月19号早晨 边疆宾馆还没开门 白宝山和吴子明就来到了这 他们先挖出枪压满了子弹 然后白宝山把自动步枪放进提包里 手枪揣进衣兜里 两个人退到边疆宾馆的入口处 等待机会 大约也就过了20分钟 有一老一少两个人提着包 走到了俄市餐厅的附近 在一根电线杆子底下蹲起来 他们放下提包 庞若无人的数钱 年长一点的那个呀 带了一个红色的背包 里边大约装着50万的现金 年轻人呢提着蓝包 比这红包还要略大一点 看样子 里边得有个七八十万现金 白宝山把枪提在手里边走过去 在距年长者也就一米远的时候 对准他的后背 开了第一枪 老人当场就被打死了 吴子明跟着也开了一枪 但是子弹卡了壳 他没打响 年轻人立刻提起蓝包 朝边疆宾馆的里边跑 白宝山一边追 一边连放两枪 打倒了宾馆的保安小丁 吴子明则把老者的钱 装进了红包里 背在身上 最终 白宝山还是把背蓝包的青年 打死在了东楼前半的 汽车夹缝里边 并且把那个装有八十万人民币的蓝格背包背在肩上 他右手持枪 转身朝回走 从早已经看好的一个墙的窝口 跳进了新疆大学的那片树林 白宝山把两个庄前的提包和作案室穿的衣服 全都埋进了坑里 带着枪离开树林 在一个堆放杂品的夹道里边 把枪也埋了起来 然后他来到大街上 沿三屯碑路逃窜 从白宝山打了第一枪 到他来到小树林为止 一共走了905米 用时20分钟 先后一共开了14枪 打死7人 打伤5人 抢劫人民币130万元 边疆宾馆的抢劫得手之后 白宝山吴子明迅速返回147团厂 按照白宝山的计划 这笔钱目前不能动 至少要放到一个月之后再去拿 否则他们将很危险 但是吴子明不像这样 从8月19号回到石盒子 吴子明天天催问白宝山 什么时候去乌鲁木齐取款 这让白宝山觉得 吴子明啊 贪财短视 萌生了除掉他的想法 于是 白宝山不动声色的 对吴子明说 我同意过几天去取钱 不过呀 咱们俩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 咱们分开了 谁也做不成事 吴子明对他的话 8月22号 白宝山和吴子明冒险 跑了一趟乌鲁木齐 路上他们看到了 过胡图壁 过昌吉市 进乌鲁木齐 沿路都有路卡 警察盘查得很严 旅客携带的所有包裹都要打开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把那么多钱带回石盒子 两个人找到了埋枪的地方 白宝山把手枪挖出来 别在身上 长枪没动 长枪呢 同样也是无法携带的 然后他们原路返回了147团厂 这次出门啊 吴子明也没别的话好说了 他同意了白宝山的方案 他只能跟着白宝山去北京 只有这样才能把钱带出巫室 第二天 他们就开始做离开新疆的准备 白宝山提出 走之前 他想到天池玩两天 这时候 吴子明对白宝山也有了警觉了 您瞧 这就是贼 贼 他就能闻见贼性味 不好糊弄 这个吴子明啊 向弟弟表示 他要是一个月回不来 可能就不在人世了 他呢 还留了一个后手 把白宝山谢松芬的家庭地址写了下来 交给了他的父亲 8月25号 白宝山吴子明谢松芬 三个人早上六点悄悄的起身上路 事先呢 白宝山带好了一把锤子 买了一小瓶二锅头 他把酒倒掉 装上了汽油 第二天 他们来到了天池风景区 三个人在湖边转了一会儿 没坐游船 谢松芬就一直闹着要看雪山 吴子明的性质很好 爬山的主意 那又是谢松芬提出来的 他首先表示同意 白宝山却不动声色 阴沉着脸跟在他们后边 向上爬了大概两个小时 三个人经过大锅底坑 再向上边攀登 爬到马牙山的半山腰上 白宝山说太累了 让大伙休息一下 说着他就先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吴子明也坐下来 喝了点水 观赏着周围的风景 这时候白宝山突然站起来 悄悄地拿出一把铁锤子 趁吴子明不备 照着吴子明的后脑勺 狠狠地就砸了下去 没砸死 吴子明吓坏了 他惊叫着凉滚带爬地 朝山下跑 白宝山在后边紧追 无奈 吴子明不择道路地拼命奔跑 眼看着就追不上了 白宝山不得已把枪掏出来 边追边开枪 吴子明倒了下去 他栽倒的地方 恰恰是在大锅底坑山挖处的草丛里边 那地方在谢宗分呆的山坡上 已经看不见了 白宝山怕吴子明不死 又用铁锤子朝吴子明的头上 一阵的猛砸 直到把颅骨打得塌陷下去 他才停手 大约过了四五分钟 白宝山拿着吴子明的军用挎包 匕首和他杀害吴子明的铁锤 到山上拿出装汽油瓶的小酒瓶 然后他返回吴子明的尸体旁边 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翻出来 把手表撸下来 然后把汽油倒到吴子明的脸和上半身上 用搭火机给点着了 白宝山直到看着吴子明的脸叹化了 牙齿露出来 他才离开 他把吴子明的身份证这些东西 埋在了另一个地方 一切处理完之后 白宝山斜着下滩了的谢宗芬 沿另一条路下山去了 回到乌鲁木齐 他们用谢宗芬的身份证 在一家铁路旅店住了下来 白宝山带着谢宗芬先到火车站 花高价买好了第二天去北京的卧铺票 第二天早晨 两个人先去新疆大学 挖出了埋在那儿的130万块钱 随后又到埋枪的地方 把枪的布件拆散 分别的埋在一处放废料和保温砖的狭窄的夹道里边 上午11点左右 白宝山带着谢宗芬携巨款 返回他们租住的铁路旅馆510房间 白宝山拿出事先买好的两件军用马甲 让谢宗芬把马甲拆开 把钱一捆一捆地缝进马甲里 然后每人一件穿在身上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白宝山把短枪里的子弹压满 剩下的子弹裹在身上 因为前一天买票的时候 白宝山已经观察过了 火车站里气氛虽然紧张 对过往旅客呀 仍然只是只查行李不查人 只要他跟谢宗芬神态从容不露破绽 混过检查关口应该是没问题的 两个人提上行李 穿着装满钞票的马甲 打出租车来到了火车站 这时候正是检票的高峰 两个人混在人群里边 一点都不起眼 行李肯定是没毛病 顺利地通过了检验线 然后两个人检票上车 直到列车启动 白宝山仍然没有放松警惕 火车开过了哈密 使出了新疆 白宝山这时候才真正的放下心来 8月31号 白宝山谢宗芬回到了北京末世口的母亲家里 白宝山向母亲要了一个带锁的抽屉 把钱和枪都锁进了抽屉里 他从这笔钱里先后拿出了8% 也就是大概11万交给谢宗芬 而且让谢宗芬回四川的老家避避风 谢宗芬走了之后 白宝山立即就后悔了 毕竟啊 这个女人知道的太多了 稍微有点闪失 她就会把她也牵扯进去 她决定 等谢宗芬回来 她绝不能手软 一定要把她给除掉 9月2号 白宝山送走了谢宗芬 然后出去钓了一天的鱼 转天啊 到北新安收拾了一天的房子 想到母亲这一辈子不容易 白宝山悄悄地塞给母亲一万块钱 说是在新疆做生意赚的 可是这 知而莫若母 那老太太不信 她把这笔钱呢 缘缝不动地装在一只粉色的袜子里头 到白宝山被捕 公安局的人来搜查的时候 老人有缘缝不动地 把她交给了警察 边疆宾馆发生了特大持枪抢劫案的消息 震惊了各级公安机关 警方迅速赶赴现场 中午2点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侦查会议 认为819案和石盒子两案 在时间顺序上有连贯性和因果关系 819案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 石盒子两案反映的作案分子也是两个人 而且案件当中使用的武器一致 石盒子两案是用一只长枪抢劫了一只短枪 819案一长一短两只枪都出现了 同时对现场弹壳的技术鉴定结果表明 和石盒子案发现场的弹壳的所有技术特征完全一致 819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和石盒子两案使用的枪支 为同一支部枪 他们当即做出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抢劫杀人案 与石盒子两案并案侦查的决定 8月21号上午案件有了进展 石盒子警方在对819案发现场所提取的包枪袋的调查中 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据819团场的鞋匠刘斌介绍 大约在五六月间的一天下午六点左右 有两个男人骑着一辆摩托车来缝布袋子 这两个人的情况啊 跟警方所掌握的案犯材料极其的吻合 但是也有两点缺憾 第一 刘斌呢 原来是147团场的职工 认识吴子明全家 他唯独不认识吴子明 第二 刘斌智力上有点问题 他十分肯定的说 讲本地话的是个大个子 那个小个子说话好听 是河北东北那边的人 这跟警方掌握的情况正好相反 因为刘斌和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时间最长 他提供的线索应该有较高的可信度 这曾经一度给警方的工作造成了麻烦 但是无论如何吧 犯罪嫌疑人居住在147团场附近 这个结论是清晰的 1997年8月22号 石河自治公安局根据自治区公安厅的指示 调整侦察力量 把侦察工作的重点放在147团场 新疆案件和北京的313系列习军习警案 无论在袭击对象 作案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跟北京的1216案 虽然同属在市场上持枪杀人抢劫 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别 作案地点横跨3000公里 而且北京1216案的犯罪嫌疑人 使用的是81-1式自动步枪 当时新疆在给公安部的电报中 认定是五六式自动步枪 尽管如此 公安部五局出于对首都治安的考虑 也出于对案情的敏感 仍然提出了串并案的要求 两地案件的串并关键环节 首先是对枪种的确定 经过技术部门详细的对比 和枪弹专家的准确鉴定得出结论 枪种不是五六式自动步枪 是81-1式自动步枪 根据这个物证 完全就可以把发生在新疆 北京和河北徐水三地的案件串联起来了 不久之后 又一条重要线索进入了警方的实现 武警六支队的支队长 连长宝反映了一个情况 六支队有个复原的武警战士说 今年七月份有个他勘押过的犯人找他要个子弹 这个人呢 是已经释放的北京调贩 他说呀 要子弹回去打野猪 这个战士没给他 办案人员立刻赶到 对上了 北京调贩 已经释放 又返回新疆 要子弹打野猪 北京哪儿来的野猪啊 办案人员马上派人对这件事进行了核查 九月四号 侦察员找到了反映情况的退役武警刘宝复 刘宝复回忆说呀 今年七月 有两个我勘押过的犯人找过我 一个叫白宝山 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了 是一个朋友告诉他们我们家的地址 白宝山呢找我要子弹 说回去打野猪 我就想北京那儿哪儿有野猪啊 我没给他 侦察员很快又找到了刘宝复提到的那个朋友 那人反映 今年七月 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 吴子明 他们俩来找过我 问我刘宝复的地址 我就告诉他们了 白宝山是北京人 吴子明是147团场的人 侦察员马上又开车来到石鹤色监狱管理局 调取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 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 身高1.80米 北京石井山人 北京石井山 这跟北京的案子就联系起来了 吴子明的档案呢 不在监狱管理局 侦察员当天下午就来到了147团场派出所 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 不行 在这儿遇到了墨索湾公安局的探长 魏江年 魏江年了解到 吴子明家开车的时候 曾经来了两个北京人 一男一女 男的曾经和吴子明一起服过行 来到这儿做生意 9月3号上午 魏江年决定带上8月31号下午 在天池附近发现的尸体照片 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辨认一下 9月5号的上午 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了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冰 魏江年和吴子冰漫无边际的聊天 一来二去这吴子冰打开了话匣子了 他跟魏江年说 我哥走了 他没说上哪儿 也没带什么衣服 这说话间呢 已经流露出了伤感的情绪了 魏江年看条件成熟了 把天池的无名师照片拿给他看 一边就观察他的表情 吴子冰默默地看了一阵 渐渐的他眼泪就流出来了 身子一软就坐了下去 吴子冰抬头看看魏江年说 这个人是吴子明 接着吴子冰说 他家里有个蓝皮的笔记本 那里边有他们的地址 魏江年等人立刻来到吴子明家 魏江年说明来意 把尸体的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 吴父戴上老花镜 看了好一阵 眼泪直在眼眶里边打转 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 交给魏江年 魏江年翻到了中间的一页 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 正是白宝山和谢宗芬 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 随后他们来到白宝山 谢宗芬 吴子明合租的房子 魏江年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旧藩布 是跟这个枪带的 背带材质相同的那么一块布 同时还提取了室内留下的水杯 以及玫瑰酒瓶子等等 二十多件物品 以被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纹 然后他们封闭了那套住坊 这时候他们才打电话向指挥部报告 案犯基本就确定了 警方宣布 白宝山吴子明上升为九七系列枪案的一号线索 称为九五专线 目前的任务是调动所有警力 围绕九五专线全力开展工作 对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 立即进行布控吉普 要尽快找到白宝山谢宗芬的近期照片 乌鲁木齐要对公路铁路航班进行严密的控制 同时向北京方面发出协查通报 如果白宝山返回北京 请北京方面配合 事实予以抓捕 请公安部协调四川省公安厅 如果谢宗芬没有返回北京而回了四川 请四川省厅协助吉普谢宗芬 新疆方面的侦查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白宝山被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 这个线索被新疆警方以石核子刑警大队的名义 电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局接到新疆方面提供的线索 立即行动起来 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负责人傅政华 通知石井山分局刑警队 根据新疆提供的线索 马上行动迅速吉普白宝山 石井山刑警队先和派出所联系 摸清了外围的情况 得知白宝山的户口刚刚批下来 还没有最后办理 片警做过访问 对白宝山家比较熟悉 提供了白宝山在北新安和墨市口 两处居住地的地址 北京方面的侦察员 决定以白宝山的户口问题为契机 把他带到派出所 在适时的予以抓捕 晚上七点 刑警大队和派出所的民警 一行四人来到北新安白宝山的住所 白宝山不在 他们又来到墨市口白宝山母亲家 敲开了房门 开门的正是白宝山 显然他毫无防备 片警说 你的户口市局批下来了 是八月二十五号批的 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 把表格填一下 白宝山是个聪明人 一看来了四个警察 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白宝山就说 好吧 你们等我穿点衣服 说着他转身走过去 要拉开柜门 枪就放在柜子的抽屉里 子弹一直都顶着火 这时候 白母推门走了出来 白宝山迅速放弃了抵抗的念头 他穿好衣服 对母亲说 没什么事 我的户口批下来了 民警同志让我跟他们去办个户口 完了就回来 然后 他跟着警察出去 上了车 在当天晚上的审讯中 白宝山的态度十分的顽固 9月6号凌晨 北京警方对白宝山的两处住所进行了公开的搜查 在墨市口白宝山住处的衣柜抽屉里搜出了五四式手枪一支 枪号为6538589正是石盒子被害民警江玉宾被抢劫的枪制 同时搜出了人民币113万 至此 至此主要赃政到手 白宝山再百般抵赖也毫无意义了 9月6号的早晨 白宝山就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了 包括每一桩案件的作案时间地点过程 包括杀人地点 埋人地点 埋枪地点的位置和周围的地貌特征 他不需要思考 他所做的十五起案件 包括警方没有掌握的武器 每一处细节 他都记得非常清楚 9月2号下午2点50分 谢宗芬上了飞机 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 所有的感觉都是新鲜的 当天晚上 他已经乘坐汽车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他发财了 这次回来 衣服都讲究了 带着金项链 金耳环 给丈夫 女儿 父母 都买了礼物 这一家人 见面 那个喜气洋洋啊 9月3号 谢宗芬就开始还账 第二天 他带着家人出去购物 大包小包滴落回来一大堆 他回家两天 手里的钱就花出去三万多 还剩下七万七千块 9月6号下午 谢宗芬正在家吃饭 门外来了几名军联县公安局的人 公安局的人问 你是谢宗芬吗 谢宗芬说 是我呀 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一副冰冷的手铐 就已经给他铐上了 谢宗芬在老家风光了三天 就进了牢房 被抓起来之后 就这个谢宗芬啊 这个蠢女人啊 仍然不敢说出白宝山的实情 其实呢 他真是应该感谢公安局 他被抓 结束了他参与白宝山犯罪的丑恶历史 保住了他即将消失的生命 对他来说 做几年牢房 总比长眠在山间树荫底下的土坑里好啊 这是他天大的幸运啊 在审讯的过程当中 谢宗芬承认他认识白宝山 承认他和白宝山的关系 也承认他跟着白宝山去了新疆 但他隐瞒了白宝山所有的罪行 他说呀 他跟白宝山去新疆是所棉花生意的 开始的时候住在147团厂吴子明家 后来他租了刘秀芬的房子 这生意没做成啊 打算下半年再去 由于他闹着要走 他们就回来了 先到北京 他又单身的回到四川 公安人员问他 白宝山在新疆都干了什么 他说白宝山在新疆 天天跟吴子明一块来往 俩人买了摩托车 早出晚归 有时候整夜都不回来 他们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警方问 你没问过他们吗 谢总分说 我问过白宝山 他打了我一巴掌 他说不该问的 就让我不要问 军联县公安局从谢总分家搜出了七万七千块赃款 谢总分说 这是他从北京回来的时候 白宝山留给他做生意的钱 这谢总分 避重就轻 十一万也被他说成了八万 他还撒谎说 自己只花了两千块钱 九月七号 北京市公安局赵斌宋树勇飞第四川 当天在军联县看守所提审了谢总分 这一次 谢总分才明白 白宝山已经在北京被捕了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 他交代了全部的事实 包括徐水取枪 包括德胜门取钱 包括在天池山上杀害吴子明 以及从乌鲁木齐 带枪带钱返回北京的详细经过 白宝山给他的十一万赃款 也不再隐瞒了 九月九号 谢总分被押解到北京 至此 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震动了北京河北新疆的 经济新系列枪案的主要案犯 已经全部落网 1998年4月 一声清脆的枪声 结束了白宝山 罪恶的生命